要写《红龙梦》的剧本 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红龙梦》这部书 它的总体艺术风格应该怎么把握 这部书和其他的古典小说都不同 它不是只写了人间事 它是写了前事 它是写了其他的维度 其他的空间 不是人世间的故事 而且由这个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空间 要引出整部《红龙梦》的故事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红龙梦》故事 有几个源头 有几个呢 三个 第一个源头 大荒山 无极崖 青耿风 那下边有什么呢 它有一块女娲练食补天 弃而未用的一块大石头 好了 女娲练食补天练的是五色石 女娲练食补天 不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就可以了 它一定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是另外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不是人世间 因为这个地方是女娲的一个工厂 是它的练食场 它在这个地方练的是五色石 它用的什么火 肯定不是我们日常烧饭用的这种火吗 对不对 它用的是什么材料 也不是我们寻常见到的这些盲荡巨石吗 它一定有它自己的材料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可以开个脑洞 那么好了 那如果我们要拍这段故事 那这个空间应该怎么样设计 还有一点我们前面说过这个石头 这石头可不是普通的一块随形石 也完全不应该像八七版片头 拍的黄山飞来石那样的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是什么样的 高精十二丈 方精二十四丈 是方方整整经过打磨的而身 而且是五色的这样的一块石头 它是一块石材 是吧 它放在当年女娲的炼石场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这个地方叫大荒山 无极崖青梗峰 你看看 如果没有这块石头 如果没有茫茫大士 渺渺真人 跟石头的一番对话 没有他们施展幻术 把这块大石头幻化成一块 五彩晶莹的美玉 携带到太区幻境 交给景焕仙姑 随着下凡的这些人下界 从贾宝玉降生的时候 从嘴里边含着下来 那么就引不出后边的故事 那么这块玉 它的存在就不合理 对不对 我们讲的不是生活化的合理 而是艺术的真实 好了 第二个地方呢 第二个地方 也有块石头叫三生石 它在西方灵河岸边 这样一个所在 那这个地方还有谁呢 还有一个赤霞宫的神音逝者 好了 赤霞宫的主人是谁 逝者不是主人 主人 你还可以开个脑洞 想一想 究竟可能是谁呢 这个神音逝者就一个人 在灵河岸上来来回回 干什么呢 每天做什么 每天就是用甘露 来浇灌一棵酱猪仙草 这棵酱猪仙草的位置在哪呢 在灵河岸边 它应该缺水吗 它一定不缺了 那为什么神音逝者来干这个事呢 这是不是你可以联想到后边 神音逝者的后边的一个后世的人物 贾宝玉 它有什么绰号 嘿 叫无事忙 好了 这些事都是无事忙 人家本来不缺水 但是由于它这番浇灌之后呢 还真是起了作用 降诸仙草 幻化成人形 修成一个女体 而且心中欲结了一段情意 它用甘露之水汇我 我怎么办 我用什么回报啊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我的泉在哪里 是吧 那我随它下世 把一生的眼泪还它便了 哎呀 这个想象力简直太奇妙 太丰富了 是吧 我们有一句话嘛 叫泪如泉泳 哎 眼泪可以是泉水啊 当永泉相报 我就用眼泪来还它 哎呀 这种联想 这种连接 真是思思入口 如果没有这一番前世的故事 是吧 没有象征性的三生石 是吧 告诉我们这是前世 那么后边 如何又引出宝玉待遇的故事来呢 宝玉为什么要说 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是不是啊 这不是太突兀了吗 宝玉为什么要说 西方有时明代 可代化眉之末 为什么 是吧 他们俩都是来自西方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种连接 也是一丝不苟 是吧 也是浑然不见痕迹 是吧 如羚羊挂脚 第三个空间 太虚幻境 太虚幻境 是个什么所在呢 太虚幻境 只有三个男人曾经到过 是吧 有人说不对吧 还有宁龙二宫 不是遇到过景幻仙姑吗 那不一定是在幻境遇到的 那么我们实实在在知道 哪三个人去过幻境呢 男人啊 因为太虚幻境 是一个女性的世界 她这里边所有的政策 副策又副策 和这是精灵的女子 还有各省的女子啊 全部都是女子啊 是吧 没有男人的 那么我们知道 茫茫大士淼淼真人去 我为什么去呢 携了一块宝玉 交给景幻仙姑 安排下界的事情 是吧 还有谁呢 贾宝玉 唯一在城市间生活的着物 就是一个贾宝玉 贾宝玉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太虚幻境 是不是 那别的人呢 别的人没有这个缘分 在太虚幻境里有什么呢 有 精灵十二差 政策负策又负策 让贾宝玉看见了 对不对 有《红楼梦》十二支曲子 跟 判词可以互相发明 互相注解 这样的曲子 那么这些判词和曲子 都是什么呢 都是 精灵十二差 政策负策又负策 这些女子 未来的命运 未来的归宿的一些暗示 对不对 都在这个册子里了 是吧 还怕这些文字 说的不够清楚 在这之前还有什么 还有 还有 每 每首判词的前边都一幅画 这幅画和判词的内容 是一致的 是相合的 好了 有这么三个空间 才能引出后边的《红楼梦》的故事 有一个太虚幻境 才能折射出在人间的一个镜像 是什么呢 大观元 《红楼梦》里 几乎姐姐妹妹的故事 贾宝玉的故事 主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大观元 而大观元 里边住的都是谁呀 除了贾宝玉一个男性 里边住的全都是那些厕子里边的人物 对不对 是吧 也就是说 大观元实际上 就是太虚幻境的 在人间的一个镜像 没有那个就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真相就没有这个幻象 对不对 没有太虚幻境就没有大观元 没有政策负策又负策这些厕子 是吧 就没有《红楼梦》里 十二差 政策负策又负策 这些人的 主也好 谱也好 这些人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这些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舌足 这是非常重要的源头 故事的源头 不仅仅是源头啊 在最后一定还要归结到这三个地方去 大石头 还要回到大黄山乌家庆永风下 贾宝玉 还要回到他的赤霞宫 林黛玉 还要回到这个灵河岸边 还要去做他的降猪仙草 对不对 而金陵十二差 所有册子上的人物 都要回到他们原来下凡之前的那个地方 去找锦焕仙姑消耗 对不对 锦焕仙姑还有个妹妹 这个妹妹叫什么呢 叫坚美 跟贾宝玉有一番纠结 贾宝玉惊醒之后 喊可卿救我 是怎么来的 贾宝玉怎么知道的 可卿也是幻境当中的人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真实生活当中的金可卿 听了以后纳闷 这就引出来 在《红楼梦》里还真的有很多的梦 有谁的梦 最早就有真实一梦 他梦到什么了 他梦到了一个去处 大家就说了 对啊 他也去过太平幻境 对不起 他只在排方外 他进不去 对不对 那他看到了什么呢 假作真是真一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幅对联 哎呀 这幅对联 也是这部书 切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说了真假有无 点了题 这个故事开端 所有的人 你看看 最先出来的 就是真是一甲与村 一真一假 后头有假宝玉 真宝玉 对不对 那到最后是怎么招应的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有没有线索呢 有的 我们以后再说 那么好 那这样的三个环境 你要写电视剧本的时候 能不写吗 能不拍吗 如果不拍的话 这部剧还说得清楚吗 对不对 那八七版电视剧片头 有这块大石头 是吧 有一僧一道 作为片头 没看过《红的梦》的人 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可以断言 看不懂 对不对 是吧 这事没说呀 在这个电视剧里没说啊 是吧 电影开头太虚幻境 他说的够不够呢 不够 太虚幻境里的很多故事 以及延伸到 整部故事当中的一些事情 一些情况 以及到最后的归结 都没有啊 是吧 那更不要说 其他的一些改编作品啊 那好 那么我们这个剧本该怎么写 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 问过学生 如果这样写 大家觉得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大家一片叫好 但是 八七版电视剧 在写剧本的时候 为什么 没把这三个空间 这三个神话 这三个故事的源头 写出来呢 咱们下一讲 接着聊